被变态害死!花十亿寒币重拍! 与神同行受无打数,右图左下,催日和影响,重新换角拍摄。 图资料照,翻射韩网。2018年3月28日。 49岁的演员吴达树与58岁的催日和音me2反性骚运动遭揭发狼行,影响夯片与神同行的续集制作。 两人除了被制作公司开除,也决定找来赵汉哲,金明昆顶替角色,确定于4月初重新拍摄,开机费用预计高达10亿寒还,约台币近3000万元。 根据韩国媒体报道,赵汉哲,金明昆将代替吴达树跟催日和在雨片中的角色。 制作组为了重拍组集部分片段,特地添加了CG售备,音乐及服装等大量预算,开机费用预估高达10亿寒还。 该片原以为将受到吴达树,催日和的银行影响上映日期,但电影公司表示,4月初将重新拍摄两角色部分,也会照原定8月上映。 与神同行在韩国不仅创下1441万观影人次,台湾也卖出5.1亿元,直接打败失速列车在台记录,而续集也早已拍摄完成,目前处于后制阶段。 但因为电影相当成功,任何细节也备受外界关注,所以参与该片的吴达树与催日和恶行李被揭发,网友纷纷气地连鼠要求换角色,否则拒绝进戏院观探,嗨的剧组必须重拍。